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这里是参数背不齐看脸第一名的小奈 今天这期视频来给大家盘点一下 2022年1月份颜值最高的五款新车 如果说你和我一样 买车无所谓动力 只关心它好不好看的朋友 那么把这期视频看完 你一定会有惊喜 第一台明绝万 我第一次看到这台车驶车的时候 是和朋友在路边逛街的时候 而悠然看到了 当时我的朋友还以为这是一台 一二百万的豪 Jedi 它的隔山内部呐呈放射 two hundred thousand 它的隔山内部呐呈放射状 材质非常的立体 而且配色很大胆 搭你上五幅花瓣式的轮毂 慕容云海看了都点赞 当你们看到车的时候 可不要把口水流在我车上 呃 第二台形格 那作为广气本田最新的颜值担当 它的车头用的是扁平细长化的设计 运动 但是不会过于的激进 整学视约中心看起来很低 俗话说得好 以低则白丑 侧面看 它的车头偏长 车尾比较紧凑 它的比例整体看起来是很不错的 并且它的尾灯 要比起十二代思雨 好看的多的多的多 不觉着反驳 第三 上汽荣威RX5 MAX 我发现这几年国产紧凑期待 最为特别喜欢用大嘴式前隔山设计 那看起来跟要做核酸似的 但是有不少车型啊 它用力过猛 它比例失调啊 那看起来这个山寨味就特别特别的重 但是荣威的这款车 我们在车产现场 给大家实际的看过 它看起来是蛮好看的 上下分体式灯大牙 再加上这个荣民文样的隔山 中国文化融合的特别的巧妙 并且呢 实力看上去很精致 而且大气 我觉得颜值方面是没得说的 第四 零跑T03 虽然说呢 我是一个女孩子 但个人并不喜欢那种 点到腻外的微型电动车 我觉得 你这个考完驾照 能上路的人 你最起码 你肯定是成年了 对吧 你要是天天上下班开的是那种 就跟儿童摇摇乐身那种坐鸡啊 个人感觉实在是有点尴尬啊 不知道你们怎么看 那在这个气氛市场啊 我觉得零跑的设计师做的是比较克制的 T03这款小车车 它在外观方面用了大量的曲面 以及圆形的设计元素 那整体呈现出还是比较可爱的风格 但同时呢 它也保留了少量啊比较灵力平直的线条 就中和掉了整体的这个气质 有句话怎么说来着 可言可甜 最后呢 虎年想要虎虎声威开门红的给您推荐一款车 雪铁龙凡尔赛C5X虎年开门红版 那说搞设计搞氛围这一块啊 那么法国人是专业的 这个虎年开门红版呢和虎虎版本相比 新增了红云轮圈装饰件 以及红云鼓标 看上去听上去那都是喜气洋洋 非常的招财啊 并且呢这个版本和普通版价格上 是没有任何区别的 所以还是挺划算的 那喜欢法系车的朋友 可以着重留意 关注一下 OK 那以上就是2022年1月份 个人为颜值最高的无产新车了啊 如果说您还想知道有什么好看的新车 欢迎持续关注咱们的节目 我是小奈 参数微不信 看脸第一名找我就对啦